在福建雙陽古鎮的城中心 至今还保存着一口明代古井 这口井原本是陈姓仁家的私井 用围墙围在自家的院子里 有一年 雙阳地区大旱 从夏到冬 滴雨未落 河水枯竭 人们不得不去山中的泉沿取水 有一天 陈家那个宫子外出回来 靠着镇上运潮的两个脑子 到外面挑了一个浅水回来 然后不小心划了一跤 把水给撒了一个地 当时陈家公子就想 是不是把这个古井烂出来 给镇上老百姓使用 在古代中国 水井是一家一族 一村一地的生存命脉 常有为争夺水井 而发生的纷争霍乱 更别提在这样的大旱之年 让出家中水井 那天晚上就开了一个族会 陈家族长 二话没说 我们李丹把这个古井 奉献给我们镇上的老百姓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在这个多民族聚居的闽西小镇 靠着相互扶持一路走来的古镇人 深深明白纯亡齿寒 休憩一共的道理 第二天一大早 陈家人就主动拆掉了自家围墙 陈家私井从此成为了古镇的宫井 双阳人安然度过了当年的大旱 这口大旱之年让出的水井 让双阳古镇从此有了不一样的温度 更让风与同舟守望相处的精神代代相传